欢迎收看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情况 澳洲股市呢 昨天是上涨了0.4% 不归了周一的下跌 那么一了 这样一来呢 基本上是等于收盘是收在了上周五的收盘价 中国股市昨天也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上海方面呢是涨了0.1% 深圳方面呢则下跌0.3% 目前两市基本上是处于一个 这个之前的高点附近 也就是强阻力位附近 欧洲方面呢 昨天有所反弹 德国上涨较多1.3% 法国和英国呢 稍微涨幅呢 有所小一些 有0.8%左右 美国同样昨天 三大指数也出现了反弹 最少的上涨0.9% 最多的则上涨了1.3% 那么在其他方面 由于股市的上涨 导致黄金价格有轻微下跌 目前是稳定在1290附近 随时是准备冲击1300大关 那么另外呢 石油价格也是目前是又回到了47块5毛钱附近 对比前几天价格呢 目前是处在一个中油的水平 在其他方面 在今天我们热门的话题中 讲的就是现在铁矿石连续反弹 使得澳洲的一些主要的矿产股呢 出现了扭亏为盈的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在澳洲有几家公司 在澳洲当地人心里是代表着澳洲形象的 比如说澳航 比如说澳洲电讯 也比如说呢 是澳洲的联邦银行 而在矿产业里面呢 毫无疑问的是呢 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开采商 必合必托 就是澳洲的名片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张 盖满了尘埃的名片呢 是否呢还会放出光芒啊 必合必托 英文名呢叫做BHP 它是一个所有澳洲人都知道 以及大部分沿海 或者说城市里的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司 中国人知道这个公司 是因为它在2007年和2008年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坐地起价啊 每个星期卖给中国的铁矿石都不是一个价啊 这个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周八匹的定义啊 但是对于澳洲当地人来说 所有的澳洲人的养老金也都购买了这个公司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股价呢 从90年代初到现在 的确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啊 咱们说风水是轮流转的啊 你2007年这么称王称霸啊 到现在呢啊 十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已经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到了买方市场 之前是别人求着你啊 给我一点货 现在呢 你得求着别人买一点 所以它的股价呢 也从之前的这个称王称霸 再次现在呢 绕了个轮回啊 从十几块钱增长到五十几块钱 现在过了十年之后 又调回到2004 05年的价格 所以说呢 这个呢啊 在经历了痛苦的2014年和15年这两个材质年度之后 澳洲的矿业股终于在上一个材质年度呢 迎来了较好的情况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铁矿石价格终于从最低的底部开始了反弹 加上呢 澳洲各大矿产商开始节衣缩食直到日子不太好过 所以说上个材质年度 澳洲的必和必拖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全年呢 是扭亏为盈而且股价也从最低的14澳元翻了个翻 达到最高30澳元左右 那与此相比的话呢 另外一家咱们华人所熟知的公司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作为澳洲知名的三大奶粉生产商之一 德运奶粉的生产商也就是 这个叫他母公司叫麦高 在去去年财质年度再次亏损3.7亿澳元 又是史上最差记录 那么为了补贴奶农的出厂奶价 这个麦高呢 三年将会支付1.83亿澳元作为补贴 其本质原因之前我们说过 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股东并不是来自于二级市场的投资人 投资人 而是呢 奶农 那么奶农的诉求是什么呢 当然是提高他们的出奶价啊 一桶呢 多赚几块钱 但是作为公司 作为资本市场来说 对于一个企业当然是要降低它的成本 那么你说奶粉的成本是什么 当然是鲜奶 所以说这两个矛盾是不可不可调和矛盾啊 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只有通过股权改革 除非有新的大股东 重新进来 或者是别的公司兼并重组 把呢 奶农的这个股东权益啊 更改为投资人 在这个变化产生之前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到麦高或者说德运奶粉 在未来有什么重大值得投资的地方啊 其本质原因就是因为股东的权益 和二级市场投资人的权益 发生了重大矛盾 所以说三大奶粉啊 A2啊 连续上涨20倍啊 那个贝拉美最高上涨16倍 现在在吐回4块钱 但是又翻个翻涨到8块钱 所以三年来也算是涨了8倍 但是这个德运呢 德运上市两年多来 什么时候涨过 只看它下跌 从来没涨 啊 所以呢 在澳洲有无数的华人投了这个德运 希望它能够像A2 或者像贝拉美一样 一冲上天 结果都是输的 惨不忍睹啊 其本质原因 就是呢 咱们投的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投票权的股票 你买的只是一个信托的 叫啥 叫做财务投资权 你连一个投票权都没有 你连股东都算不上 干嘛买这个公司啊 那么咱们咱们从这股票引申开去 最终要说的就是澳洲的指数 我们知道澳洲指数作为发达国家中最差的一个没有之一 一直以来呢是严重的落后于其他国家 但是我之前也说到 在澳洲目前股指表现的确是不好 但不代表着它本质不好啊 因为这个行业上来看啊 或者产业链上来看 澳洲是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啊 是供应链的中下端 所以说啊 它很多的产品 它没有高附加值啊 是靠天吃饭 买价多一点呢 卖的贵一点啊 买价少一点呢 卖的少一点啊 它不像日本德国有高精尖的技术 所以说卖出去的东西呢 很难加价啊 但是呢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它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它不像这个美国的互联网啊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等等 烧了一大笔钱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啊 你说这个挖矿的没啥技术啊 挖煤的没啥水平 的确它的市盈率不高 但它挖出来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睡得着觉啊 想要老了以后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 那么部分的投资 势必要投在这些挖矿 挖煤的 看上去呢 脏细细的企业 但是他们能够带来呢 实实在在的盈利啊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我们知道呢 澳洲指数在过去的半年中时间里面呢 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 那么从图上来看呢 我们知道澳洲指数从今年的 大约是三四月份开始 是一路下跌 两次冲击六千点没有成功之后 一个双头之后呢 就开始了下行 但是我要说的呢 从今年的四五月份到现在 过去了四个月之后 澳洲股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好像仿佛 走势呢 从下跌的地方已经发生了改变 虽然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呢 从这个图面上来看 如果再次冲上 大约是五千七百六七十 大约是五千七百八十点的高度之后 那么有很大的可能 澳洲股市将会重新冲击六千点大关 好 所以说呢 虽然说我们知道美国好 英国好 欧洲好 他们涨了很多 但是毕竟涨了这么多 上升的空间还有多少 对比之下澳洲股市呢 十年过去了 现在还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 以前的价格 那么这个空间 相比之下 咱们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晚上五点钟的时候呢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到了十二点半 晚上时间 美国会发表他们 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